搞多久 是不能搞的 至於我們講起政黨問題 現在的法官都要開始惡保政治史 政治史來說 今天又有一個民調 關乎到現在的民主黨派 黨派知名道 黨派知名道今天出路 香港文言做了知名道的調查 竟然民主黨 雖然現在很慘 搞來搞去 搞春明 竟然是新聞 都被人追殺 現在知名道會怎樣 會不會就此就沒有人認識你 但原來不是 原來民主黨現在的知名道 都是去到排第二 熟悉度仍然是第二高 熟悉到第二高 然後第一是誰 第一原來是民建聯 現任立法會第一大黨 是啊 是啊 阿興姐說 感謝市民 還記得民主黨 雖然很多像春明 都被取消 他說 現在很多人想去清零 民主黨未必是清零 但都已經清了很多 多謝大家 還記得民主黨 他說 他日選舉公平公正的話 黨友必定會繼續 爭取參選的機會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你給了自己一個 如果選舉不公平公正的話 黨友就不會爭取參選了 是不是這樣說 但是反過來一樣 你見到盧文端那些 不斷咬不放 如果你不參選的話 他就幫你數身家 時間傳媒是 是啊 所以你的時間 其實就很短 但是現在 阿興姐 你這樣設定 那些人就很 如果你說去到 區議會選舉的時候 一有民主黨人說選的話 那些人就拿著你的 這句說話 去評論你 那現在你是不是覺得 你現在去參選 是否現在的選舉公平公正 那樣 他是基於香港人 就不要被人打到亂陣 沒有心機 因為我們一定要繼續 在香港爭取 去撐下去 有人被人抓 鎖了幾年 他們都不會打擊到他們的士氣 那劉瑞兆今天是 文言的嘉賓 他做評論 他就說 民建聯在調查裡面 第一次排首位 原來是第一次 不是的 排首位 不是第一次 但是最新的支持度 原來是有背持的 民建聯雖然是排第一 但是支持做第一 你知不知道是誰 工聯會 當然是工聯會 因為 雖然民建聯的政治資源多 但是你看到他上位那些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知名的人 或者被人抽了去做官 那些 張國軍就抽了去做官 你說不知名的 最出名的就是這個 不知名又最出名 不是啊 不知名 出名那個不知名的那個人 出名而有 本身不知名的那個叫梁希 那個人最出名的事件 為什麼是令我知道呢 就是他選舉期間 有些人說西灣可爭取地鐵站 是的 其他人基本上已經接了 夫子就說 民建聯雖然資源多 但是工聯會做事 就貼身黎敏 教友實效 老百姓在政治訴求 就轉向民生需求 現在沒有政治需求 哪有這樣呢 有都不敢說 很多的朋友 在Facebook都說 工聯會有很多班去學 你每個區裏面 其實那個中心 有很多不同的進修班 可以學普通話也可以 可以學英文也可以 可以學電腦什麼都有 你不需要去光顧那些很貴的補習社 你這樣看起來 起碼似乎是比較多的 但是現在 國安法立了之後 要不需要放那麼多資源下去呢 那就不知道了 那麼 那麼 阿興姐最重要的那句說話 就是說 我們不會犯法 你不喜歡的法律 就可以批評他 都不可以的 你現在批評他 他都喊打喊殺國安法 都說你煽惑的 但是呢 你就千萬不要犯法 我相信民主黨都不會犯法的 那麼 希望在合情合理的情況下 可以生存 那麼 也都希望 社會被一條生路民主黨這樣說 你看看我們很多市民支持的 為什麼要講盡殺絕呢 那麼 問題就是 現在 情況不是合情合理 你香港的情況不是合情合理的話 你怎麼可以生存呢 其實我想你想怎樣生存 你問一下盧文端 盧文端這個人 他就是拿正 他拿正令旗去鬥爭這個民主黨 那麼 你是不是可以合情合理 去生存呢 你看看你選不選 你選 你肯幫這個共產黨 在這個後國安法時代 做這個安分守己 做一個愛國愛港的這個民主黨派 那你就可以生存 但是你最後變成了什麼呢 其實民主黨 究竟他自己是想怎樣呢 當然 楊森說過 就是總要參選的 最後多 但是你參選完之後 就可以做到什麼 現在 阿夫子就說 為什麼 民主黨 都可以叫做第二高呢 因為他覺得民主黨 在香港人心目中 都是一股理性的聲音 香港人還希望 社會保留一個 堅持理性爭取的力量 至於十名最熟悉的政黨來說 我就是講頭六位 頭六位 除了民主黨排第二之外 第六位是公民黨 公民黨 接近解散 公民黨 他都說解散 找不到人接 所以看不到解散程序 平分來說 民主黨第五 即是40.2 公聯會是48.5 第二是公民建聯 第三是新聞黨 第四是自由黨 其實 全都玩了 新常態 都說了 這些事情 玩完了 即是你全都玩了 天下太平 如果 香港人的評分 都平到這些 愛國外港政黨 這麼高的時候 最好 就是現在 民主黨 都可以 在共產黨的心裏 最好 你自己自願地 做一個 外國外港的政黨 然後 就好了 清一色 真與甲 紅色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其實現在沒有人理政治 沒有 我們在 Check Room 也有網友說 寧願他接了他 也不要做老共口中 香港有民主的招牌 但我這樣說 招牌真的做了這麼久 你問其他人 願不願意放棄他們 或者這麼甘心地 為了民主黨的稱譽 即民主黨這三個字的稱譽 直接接了他呢 又或者接了民主黨這件事 究竟會不會帶來其他政治後果呢 對 對 對